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贯挑拨离间 打压整治人 为了在教会中掌权 伙同几个恶人 公鸡带领工人都是假的 在教会制造混乱 当时弟兄姊妹根据她的表现 分辨出她是恶人 已经整理资料准备开除了 怎么现在又做了教官职事呢 我就问张鑫 张鑫说小刘现在有变化 尽本分也有负担 让我凭爱心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小刘 虽然我还是有些疑惑 但是啊 想到自己刚回来 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张鑫作为带领 应该不会违背原则选用人的 我就没再问下去 张鑫又提到 之前跟她配搭做带领的方子妹 自从被撤换后啊 不尽本分也不参加聚会 属于清除对象 让我提供方子妹的作恶表现 我心里很疑惑 方子妹只是尽本分没有负担 属于不做实际工作的假带领 但是被撤换后 她还传福音做事务工作 也没作恶呀 为什么要清除她呢 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 我想到 以往跟张鑫接触时 她的报复心就特别重 方子妹曾经向上层带领反应过 张鑫尽本分没有负担 难道她是因为这件事怀恨在心 想报复方子妹 要是这样 张鑫那就是整人治人呀 那可是作恶呀 是 但是又想到 我对方子妹近期的表现不了解 现在还不能确定 张鑫就是有问题 等了解清楚再说吧 对 之后我听说 张鑫在聚会时 歪曲事实论断方子妹 一个子妹反驳她 她就定罪子妹 和方子妹拉帮结伙 攻击带领 让子妹隔离反省 另一个子妹 因为说方子妹对人有爱心 张鑫就边谎 说子妹有安全隐患 把子妹隔离在家三个月 还有一个做事务工作的姊妹 就因着给张鑫提建议 张鑫就不让姊妹尽本分了 这不是随意打击报复人吗 谁得罪她 她就整治谁 这也太嚣张了 是啊 我也很震惊 这张鑫 怎么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呀 竟然做出这么多 打压人的恶事来 而且被打压的 都是在教会中比较追求的人 这个张鑫肯定有问题 我就去找交惯新人的李子妹 一起交通分辨 李子妹告诉我 小刘根本就没有回改表现 到现在还在为自己喊冤教区 不管到哪聚会 都纠缠是非对错 交绕教会生活 因为方姊妹做带领时 曾经了解过小刘的作恶表现 小刘很猖狂地说 要报复方姊妹 我很气愤 张鑫竟然说小刘有悔改 这明显是纵容恶人 嚼嚼教诲啊 这不就是假带领的表现吗 是 但又想到啊 张鑫做带领时间不长 我也没有交通帮助过她 就决定把这些问题先给她指出来 张鑫的问题挺严重 是得给她提一提啊 是 见到张鑫后啊 我刚提了她违背原则 不让人尽本分的事 没想到她竟冲我吼道 有的人不服我 还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谁对我有意见 我都知道 不服 你去跟上层带领反应啊 我行的正做的正 不怕哪个人说什么 明明她自己作恶 反倒说是别人说她的坏话 她这是倒打一耙呀 是啊 但是看到她凶恶的样子 我害怕了 现在教会是她一个人说了算 谁不听她的 她就打压谁整治谁 简直啊 是一手遮天了 今天我刚说了一句话 她就对我这么凶 我要是再继续指点揭露她 恐怕 她也不会再让我尽本分了 那我的生命不就受亏损了吗 想到这儿 我就没再继续指点 她的问题 回到家后 我心里很受责备 教会有恶人搅扰 弟兄姊妹受到压制 张欣不但不处理 还打压人 我指点她的问题 她也不接受 我应该向上层带领 反映她的情况 是 对 之后啊 我就去找李姊妹 一起交通了 写检举信的原则 准备检举张欣 但是 当我们把张欣作恶的表现 都写完准备上交时 我又犹豫了 如果我们写检举信的事 被张欣知道了 她随便定个罪名 栽赃陷害我们 把我们开除了怎么办 开除了还怎么蒙拯救我 想到这些 我迟迟没有上交检举信 但看到教会的混乱 不检举 我心里也难受 眼看着贾带领恶人 在教会掌权 打压整支沈选民 不揭发检举 良心也是空过啊 是 一天晚上 我去李姊妹家 张欣突然来了 她气势汹汹地 指责李姊妹 在教会揭露她 看着她猖狂的样子 我心里很气愤 这人也太嚣张了 她在教会胡作非为 还不许弟兄姊妹揭露她 弟兄姊妹 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 整个教会都被她掌控了 我得有正义感 得站起来揭露张心 维护教会工作 是 但又想到啊 她这个人特别地狂妄 谁说的话都不听 报复心还特别强 要是把她惹急了 下一个被整治的人 可能就是我 说不定 她随便给我扣个罪名 就把我开除了 我心里很征战 就默默地呼求神 加给我胆量和信心 我想到神的话说 每处教会 都有搅扰教会的人 都有打岔神工作的人 这些人 都是撒旦化妆打入神家的 这些人横行在教会之中 散布消极 释放死亡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没有人敢拦阻 充满撒旦性情 他们这样一搅扰 就给教会 带来死亡气氛 在教会中 那些行真里的人 遭到弃绝 不能尽上自己的所能 而那些搅扰教会 散布死亡的人 在教会中横行 而且 多数人都随从 这样的教会 简直就是撒旦掌权 就是魔鬼作王 教会中 人若不起来 弃绝那些魔头 这些人 也迟早要被断送的 以后对这样的教会 应采取措施 若是能行点真理的人 也不寻求 那这个教会 就被取缔了 若在一处教会中 没有一个 肯行真理的人 没有一个 能占助神见证的人 这个教会 就彻底隔离 必须断绝 与其他教会的来往 这叫埋葬死亡 这叫弃绝撒旦 阿们 神的话 给了我胆量和勇气 我心里不再害怕了 神的公义性情 不容人触犯 神对那些 作恶多端的恶人 敌基督 是极度的恨无验证 即使他们在教会掌权 嚣张一时 早晚也会被显明淘汰 是 神的话说得很清楚 教会一旦被恶人 敌基督掌控 如果没有一个人实行真理 那这些人 就是纵容邪恶势力 在教会横行 这样的教会是撒旦掌权 如果不悔改 都会被神撇弃淘汰 是 我心里很受触动 张欣在教会一手遮天 打击整治弟兄姊妹 我却为保全自己 不站起来揭露制止 任由他们作恶 搅扰教会工作 我这也是站在撒旦一边 抵挡神 在他们的恶上有份 想到这儿 我鼓起勇气揭露张欣 袒护恶人 利用地位整人制人 走的是敌基督道路 张欣听完后 无话反驳 立即转换了话题 同意将方子妹 接纳回教会 说完就走了 看到撒旦蒙羞了 我心里很高兴 感谢神 感谢神 看到任冤夜实行真理 站在神一边 撒旦就蒙羞退去了 是 之后我读神的话 长了一些分辨 对张欣的实质 也能看清一些了 神的话说 全能神说 狄基督的实质 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就是专权 大权独揽 谁说都不听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不管谁有什么长处 有什么说法 做法 有什么见识 有什么主见 观点 他都不看在眼里 好像任何人 都没有资格 与他配搭 也没有资格 参与他要做的事 狄基督就是这样的性情 有些人说 这是人性不好 这哪是一般的人性不好啊 这纯属是撒旦性情 为什么说是性情太凶恶呢 狄基督把神家的利益 教会的利益都据为己有 当作私有财产 都要归他掌控 不容许别人插手 他做教会工作时 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利益 只是自己的地位脸面 他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他的利益 更不允许任何有素质的人 能谈经历见证的人 对他的名誉地位构成威胁 所以他把能谈经历见证的人 能交通真理 供应神选民的人 都当作竞争对手 来打压排斥 巴不得把这些人 彻底孤立起来 彻底搞臭搞垮 他心里才踏实 狄基督考虑神家的利益吗 他不考虑 他考虑的是什么 他只考虑怎么保住自己的地位 即使知道自己做不了实际工作 也不培养提拔 素质好 追求真理的人 他提拔的都是那些 溜须拍马的 好崇拜人的 心里赞成他 羡慕他的人 都是说话 做事圆滑 丝毫不明白真理 没有分辨的人 狄基督把这些人提拔到自己的身边 为他效力 为他跑前跑后 天天围着他转 这样他在教会中就有了势力 就有许多人 能靠拢他 随从他 没有人敢得罪他了 他培养的这些人 都是不追求真理的人 多数人都不通灵 只知道守规条 就喜欢随从潮流 随从势力 属于苟障人士的人 就是一帮浑人 他就给这些人当祖宗 专门培养这些人 为自己办事 凡是狄基督在教会中掌权的时候 总要网罗一些浑人 瞎起哄的人 做自己的帮手 而对那些有素质的 能明白真理 实行真理的人 能担起工作的人 尤其是对那些 能做实际工作的带领工人 他就采取排斥打压 狄基督把哪些人视为异己 起码是不把他这个带领 当回事的 就是心里不高看他 不崇拜他 把他当一般人对待的 这是其中一种 另外 所有喜爱真理 追求真理 追求性情变化 追求爱神的人 跟他走的不是一条路 在他眼中都被视为异己 还有 凡是敢给他提意见 敢揭露他的人 或者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 也被他视为异己 还有一种 跟他的素质本事相当的 说话办事能力 跟他差不多的 或者在他眼中看比他高 对他有分辨的人 这对他来说就不得了了 威胁到他的地位了 这种人就是他最大的异己 他对这种人不敢怠慢 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把这种人当作眼中钉 肉中刺 实时警戒防备 做什么事都要回避他们 尤其看到异己 要分辨揭露他的时候 他心里就更慌了 急不可待地 要排斥打击这样的异己 甚至要把他们清除出教会 才满意 他有这样的心思 心里被这些东西占满了 他能做出什么样的事 会不会把这些弟兄姊妹 当仇敌对待 想方设法地搞垮除掉 肯定会 能做出这种事 这是不是最大的恶行 是不是触犯神性情的事 阿们 神的话把狄基督的特征 解释得太清楚了 狄基督的主要特征 就是专权打击排斥一击 是 狄基督的本性 特别阴险恶毒 为了独揽大权 搞独立王国 把他喜欢的人都提拔起来 做他的左膀右臂 谁给他提缺陷揭露他 谁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 他就把谁视为眼中钉 不择手段地打击排斥 甚至将人清除出教会 狄基督的实质就是恶人 他们厌烦真理 没有良心理智 不管把人整治到什么地步 心里也没有一点责备 对照张欣的表现 他作为带领 丝毫不维护教会工作 利用手中的权力 培植亲信控制教会 打击排斥一几 小刘是恶人 需要开除 但就因着小刘维护张欣 张欣就提拔他 找各种理由 为小刘开脱罪责 而方子梅指点他的问题 他却一直怀恨在心 见方子梅被撤换了 他就想趁机报复 千方百计地 想将方子梅清除出教会 还有几个姊妹 因着不随从他定罪方子梅 也遭到他的打压整治 张欣阴险恶毒 谁触及他的地位 不听他的 他就整治谁 在教会一手遮天 胡作非为 丝毫没有懊悔之意 他就是地道的敌基督 是 没错 对张欣有了分辨后 我们就把检举信上交了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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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过多久 我们就遭到了张欣的报复 张欣以我有安全隐患为由 将我隔离在家 李姊妹 袁姊妹 因着对张欣有分辨 也相继被她停止了聚会 隔离在家 一段时间后 张欣又诬陷我和李姊妹 想争作带领 在教会制造混乱 是恶人 让弟兄姊妹都弃绝我们 有些弟兄姊妹 没有分辨 听信了张欣的话 在路上看见我 就冷眼不打理 临到这事 我感觉痛苦委屈 为什么我们实行真理 还处处遭到邪恶势力的 打压 整治 诬陷 张欣作恶 却在教会亨通 弟兄姊妹还误解弃绝我们 我心里痛苦难受 不知道该怎么走以后的路 活在了消极中 那几天聚会 姊妹们分辨张欣的表现 我也不想说话 我心想 我站起来揭露张欣 被打压不说 还被弟兄姊妹误解 是想争作带领 现在 我被隔离打压 有谁为我说话了 算了 教会的事我也不想管了 我心里特别地软弱 灵力黑暗到一个地步 煎熬中 我含泪跪在神面前 多次向神诉说 神啊 临到这些环境 我很痛苦 为什么我实行真理 维护教会力 却遭到打压排斥呢 求神带领我 能让我明白你的心意 后来啊 我看到神的话说 在现实生活中 当你面临问题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认识 与体会 神的权柄 与神的主宰 当你面临这些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认识 怎么处理 怎么经历的时候 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能表明 你有顺服 神主宰安排的存心 愿望 与实际呢 首先 你得学会等待 其次 你得学会寻求 然后 你得学会顺服 所谓等待 就是等待神的时候 等待神为你安排的人事物 等待神的心意 逐步向你显明 所谓寻求 就是在神摆布的人事物中 考察与明白 神的良苦用心 明白其中的真理 明白人当做到的 与人当守的道 明白神在人身上 要达到的果效 与神在人身上 要得到的成果 所谓顺服 当然是指 人能接受 神所摆布的人事物 接受神的主宰 从中体验 造物主 如何主宰人的命运 体验造物主 如何将他的生命 供应给人 如何将真理 做在人里面 阿们 阿们 揣摩着神的话 一下子明白了 对临到的事 看不透 我应该有一个 顺服的态度 学会寻求神的心意 等候神的时候 是 想到我们把检举信 递交了 即使上层带领要处理 也得有一个过程 是 在没有处理之前 张欣肯定还会继续作恶 打击排斥一几 这是恶人的本性流露 在这期间 就需要我们能忍耐 等待 这也是事情发展的 必然过程 是啊 而我 没有顺服等候的心 也没有寻求 在这个环境中学功课 但看到张欣没有被处理 我反倒被打压定罪 我就对神误解埋怨 认为神不公义 甚至对神灰心失望 我真是太没有理智 领导不和己义的环境 能顺服下来寻求真理 这太关键了 是 如果敬疲己义要求神 就很容易误解神 甚至论断神抵挡神 是 后来 我就把自己的情形 带到神面前祷告 求神带领我 能认识神的公义性情 随后我看到神的话说 全能神说 人到底怎么认识 怎么领会神的公义性情 一人蒙神祝福 恶人遭神咒诅 这就是神的公义 神赏善罚恶 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 这话没错 但现在有些是 不和人的观念 就是信神敬拜神的人 反遭击杀 或者遭神咒诅 或者神就从来不祝福他 不搭理他 他再敬拜 神也不搭理他 恶人 神没有祝福他 也没有惩罚他 但是他却家产万贯 儿女众多 而且一切都亨通 一切都顺利 这是不是神的公义 有的人就说 我们敬拜神 却没有从神得着祝福 不敬拜神 还抵挡神的恶人 反而活得比我们好 比我们亨通 神也不公义啊 在这世上 你们看见什么了 刚才我举了两个例子 哪个说明神公义 有人说都是神的公义 为什么这样说 神做事是有原则的 只是人看不透 人看不透 不能说神不公义 人只会看外表 看不透实情 因此神做得再不合乎 人的观念想象 也是公义的 有许多人总埋怨 神不公义 那是他不了解实情 总凭观念想象看事 就容易犯错误 人的认识 都是在思维观点里 在买卖交易观点里 或者在善恶观点 对错观点 逻辑观点里 带着这些观点看事 就容易误解神 就容易产生观念 对神还会抵挡 还会发怨言 你们说 神毁灭撒旦 是不是神的公义 是 把撒旦留下来呢 不敢说了吧 神的实质就是公义 神做事 人不容易认识 但神所做的都是公义 只不过人不认识 神把彼得交给撒旦 彼得怎么说的 你做的事 人测不透 但都有你的美意 都有公义在其中 我怎能不为你的智慧 作为 而发出赞美呢 现在应该看见 神在拯救人类期间 为什么不毁灭撒旦 就是为了让人类看清 撒旦是怎样败坏人的 他把人败坏到什么程度 神是怎样洁净人类 拯救人类的 到最终 人明白真理了 看清了撒旦的丑恶嘴脸 看见了撒旦败坏人的 罪恶滔天 那时神在把撒旦灭了 让人看见神的公义 什么时候毁灭撒旦 这有神的性情与智慧在里面 神做的每一件事都公义 虽然人发现不了 但不该随意论断 人看为不合理或有观念的事 就说神不公义 这是最美理智的表现 你看彼得对有些事也测不透 但他能够肯定 这里有神的智慧在其中 都有神的美意 人不能都测透 人能测透的事太少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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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揣摩着神的话呀 我意识到 在我的观念中认为 公义就是公平合理 恶人狄基督 打岔骄傲教会工作 我们站起来揭露检举 维护教会利益 神就应该看顾保守我们 不让我们受到打压 恶人狄基督 也得马上被开除 那才是神的公义 当看到我们写完检举信后 恶人狄基督不但没有被处理 还在教会站高位 将我们隔离定罪 我就对神的公义产生了怀疑 甚至无理智的责问 神的公义在哪 我真是太狂妄 想想彼得临到试点的时候 受了许多痛苦的熬练 虽然他对神做得测不透 但是他相信 神不管怎么做都是公义的 都有神的智慧在其中 是 所以他能顺服神 最终达到了 爱神至极 顺服至死 有了美好的见证 是 而我 不明白真理 就根据眼前看到的一点现象 用交易的观点 来衡量神的公义 神做得合我意 对我有利 我就认为 神公义就能赞美神 当被狄基督打压 涉及到我的前途归宿了 我就对神失去信心 甚至 对神的公义产生怀疑 否认神家是真理掌权 公义掌权 我完全啊 是根据自己能否得力 来衡量神的公义 实在是太迷茫了 神是造物的主 神的实质就是公义 神恨物邪恶 这是由神的实质决定的 虽然教会暂时没有开除恶人狄基督 但这并不代表 神不验证他们的所作所行 不代表神不恨物邪恶 也不代表教会不是真理掌权 这里有神的智慧 有神的良苦用心 是啊 只是我不明白 我应该有理智 站在受造之物的位置上 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能够向神祷告寻求 等候神的开启和带领 揣摩到这儿 我心里啊 亮堂了 对神的误解也消除了 感谢神 感谢神 我又想到 教会中有些弟兄姊妹 对张欣还没有分辨 借着这些环境 让弟兄姊妹 一点点看清张欣的实质 大家都有分辨了 才能弃绝他呀 是 这个环境对我们长分辨 是很有益处的 是啊 神做工很实际 一点不超然渺茫 是 明白了这些 我就向神祷告 愿意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在这个环境中学功课 后来我看到神的话说 要想蒙拯救 不单要过大红龙这一关 不单要会分辨大红龙 能看透大红龙的丑恶嘴脸 彻底背叛大红龙 还要过狄基督这一关 在教会里 狄基督不单是神的仇敌 还是神选民的仇敌 如果不会分辨狄基督 就容易被狄基督迷惑 拉拢 走上狄基督的道路 遭到神的咒诅 惩罚 这样信神就彻底失败了 人要达到蒙拯救 得具备什么 首先得明白许多真理 得会分辨狄基督的实质 会分辨狄基督的性情 会分辨狄基督的道路 这样才能保证 信神不崇拜人 不跟随人 才能达到跟随神走到路中 会分辨狄基督的人 才能达到真实信神 跟随神 见证神 会分辨狄基督不是简单事 必须得看清狄基督的实质 看透他所做一切事 背后的阴谋 手段 存心目的 这样 你就不会被他迷惑控制 就能站立住了 就能够安安稳稳地追求真理 就能够踏踏实实地 走追求真理 蒙拯救的路 狄基督这一关 如果过不了 可以说你就很危险 你还容易被狄基督迷惑 掳去 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 所以要达到蒙拯救 首先第一关 你得能看透撒旦 识破撒旦 也得有勇气站起来 揭露弃绝撒旦 那撒旦在哪 就在你的身边 周围 也可能就在你心里 如果你活在撒旦性情里 可以说 你也是属撒旦的 灵界的撒旦 邪灵 你看不见 摸不着 现实生活中的撒旦 活鬼 到处都是 凡是厌烦真理的 都是恶人 不能接受真理的带领工人 都是狄基督 假带领 他们是不是撒旦 活鬼 这些人 也可能就是你所崇拜 仰望的人 也可能就是带领你的人 也可能就是你心里仰慕 信靠 盼望已久的人 对你来说 他们就是你追求真理 达到蒙拯救的拦路虎 绊脚石 就是假带领 敌基督 他们能掌控你的人生 掌控你所走的道路 能断送你蒙拯救的机会 你如果没分辨 看不透 随时就能被迷惑 被掳走 那你就很危险 你如果摆脱不了这个危险 你就属于撒旦的牺牲品了 不管怎么说 被狄基督迷惑 控制 成为跟随狄基督的人 是绝对不能蒙拯救的 因为这些人 都不是喜爱真理 追求真理的人 所以 他们能被迷惑 跟随狄基督 这也是必然结果 阿们 阿们 揣摩着神的话 我明白了神的心意 神许可教会中 有恶人狄基督出现 这里有神的智慧在其中 是 神是利用恶人狄基督的 搅扰迷惑 来让人长分辨 使人脱离撒旦的黑暗权势 达到猛拯救 想想 这次受到张欣的打压整治 弟兄姊妹的误解七绝 虽然受了一些苦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实际地看清了 狄基督是怎么迷惑人 残害人的 有了见识 长了分辨 也看清了张欣的实质 就是仇恨真理 与神为敌的狄基督 不再受他的挟制控制 也吸取他失败的教训 避免走错误道路 这不都是神的爱和拯救吗 感谢神 感谢神 神利用狄基督恶人的搅扰迷惑 来为成全神选民效力 这真是神的智慧啊 是啊 当神选民都对狄基督有分辨了 狄基督的利就效完了 到那时啊 狄基督就彻底被显明淘汰了 感谢神 越想就越觉得 神真是太公义 太智慧了 也很懊悔自己啊 不认识神的公义 当我被狄基督打压时 我就把一切不业 都推到了神头上 误解神 埋怨神 我真是太悖逆了 认识到这些 我心里对神满了亏欠 也想向神悔改 揭露假带领狄基督 是善行义举 也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只要能将恶人揭露开除 能让弟兄姊妹 有好的教会生活 哪怕弟兄姊妹都误解我 或者被假带领狄基督开除 我也不后悔 我又想到神的话说 恶人总归是恶人 总难逃那惩罚的日子 善人总归是善人 工作结束之时 总会都显明的 没有一个恶人 能被称为是义人 也没有一个义人 会被称为恶人 我能冤枉人吗 阿们 阿们 神的话说得太清楚了 神是公义的 神对真心爱他的人 是怜悯和拯救 对恶人狄基督 神是咒诅和惩罚 这是由神的公义性情决定的 是啊 我能不能蒙拯救 都是神说了算 不是狄基督能决定的 虽然教会暂时被假带领 狄基督控制 我们受到打压 但这只是一时的 神见察一切 圣灵会显明一切 狄基督早晚会被显明淘汰的 阿们 是 阿们 那些日子 我经常揣摩神的话 心里慢慢释放了 对神的做工也有信心了 感谢神 感谢神 一天 上层带领安排两个姊妹 来解决我们教会的混乱问题 我们是激动不已啊 一个劲地感谢神 可没想到 我们把张欣的作恶表现 都如实反应后 他们对张欣 只是按假带领撤换了 虽然 我们都恢复了教会生活 但我心里一直不踏实 张欣人性恶啊 一贯为了地位 整人制人打压人 拉拢维护恶人 而且丝毫不接受真理 死不悔改 他可不是贾带领啊 他就是地道的敌基督啊 是啊 但又想到 如果我提出来 地位姊妹会不会说我 抓住他的问题不放呢 算了 我不管了 反正他现在 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想到这儿啊 我就不打算再提这些事了 灵修是 我看到神的话说 敌基督永远不会悔改的 想到张欣就是敌基督啊 如果不开除 一有机会 他肯定还会继续 搅扰教会生活 制造混乱 那到时候 弟兄姊妹又该受苦害了 我得站起来揭露张欣 不能再保全自己了 我看到神的话说啊 真理在你身上 成为生命的时候 如果谁亵渎神 谁对神没有敬畏 谁尽本分应付糊弄 谁打岔搅扰教会工作 你看见了 就能按照真理原则对待 该分辨就分辨 该揭露就揭露 你如果没有真理做生命 仍是活在撒旦性情里 看到恶人 魔鬼 打岔搅扰神家的工作 你就会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置之不理 没有任何良心责备 甚至你还觉得 谁搅扰神家工作 与你无关 无论教会工作 神家利益受多大损害 你都不关心 也不过问 也没有良心责备 这就是没有良心理智的人 是不信派 是不信派 效力者 你吃着神的 喝着神的 享受着从神来的一切 但是神家利益 受任何的损害 你都觉得与你无关 这就是胳膊肘 这就是胳膊肘往外拐 是吃里爬外的货 你不维护神家利益 这还是人吗 这就是混进教会的魔鬼 你假装信神 冒充神选民 想在神家混饭吃 活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分明就是个不信派 若是真心信神的人 即使还没有得着真理生命 起码说话做事 能站在神一边 起码看见神家利益受损害时 不会袖手旁观 如果他想置之不理 他的良心也会受责备 感觉不平安 心里会说 我不能坐视不理 我得站起来说话 我得尽到责任 站出来揭露 制止这样的恶行 维护神家利益 不受损害 保证教会生活 不受到搅扰 如果真理在你心里 成为生命 那你不但有这个勇气 有这个决心 你也能看透这事 而且能为神的工作 为神家的利益 尽上你该尽的那一份责任 这样你的本分就尽到了 阿们 看完神的话 我认识到 我能对张欣一伙人的恶行 有一些分辨 这是神的带领 如果我不站起来揭露 就是没有良心 不维护教会工作 是 我不能再自私卑鄙 对揭露张欣的事 置之不理了 是 我又想到行政里的话 当行一切 对神的工作有益的事 不该做毁坏神工作利益的事 当维护神的名 神的见证 神的工作 阿们 我更明白神的要求了 我作为教会的一员 只要涉及到教会的工作 我就有责任 有义务站起来维护 阿们 是 感谢神 感谢神 之后上层带领来了解情况 我就反映了 张欣他们的作恶表现 上层带领重新调查何时 通过聚会 交通分辨狄基督方面的真理 弟兄姊妹 都有了分辨 纷纷揭露检举 张欣一伙人的恶行 最终确定 张欣就是地道的狄基督恶魔 将她开除出了教会 太好了 感谢神 感谢神 小刘也因作恶多端 死不悔改 按狄基督帮凶被开除了 一些受张欣迷惑的弟兄姊妹 也醒悟过来 都开始弃绝张欣 不再跟随她 之后教会生活恢复了正常 感谢神 感谢神 神家就是真理掌权 公义掌权呀 是 这次检举狄基督 虽然一搏三折 但是 借着经历狄基督的打压 使我对狄基督有了一些分辨 长了见识 也对神的公义性情 有了一些实际的经历认识 对神的信心更增加了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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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ches ide me таки alo beneath tao uto 咱打钭 �ози 咱 咱